對於有些強迫症的人來說 這個遊戲玩完之後會很有滿足感 你是完美追求主義者 大家好,又到了卓遊說 好,玩卓遊的時間 好,今天我來到MELBURN卓遊群 跟大家玩卓遊 然後我們今天玩了SM廠的Between Two City 首先介紹我右邊的Fred Renee Jacky Frankie 好,Fred就是MELBURN卓遊群的群主 畫面看不到的就是我們有另外三位資深長遊玩家 這個短片一開始我會介紹這個遊戲如何玩 然後回來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對這個遊戲的感想 現在畫面轉過來,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遊戲如何玩 這個遊戲其實也沒有什麼主題 玩家會坐在中間 然後會有左邊和右邊兩個城市 而是要放在Tiles上去建設的 這個遊戲現在正在模擬 三個遊戲 現在我坐在這位置 就會有這些Tiles 讓我來選擇 然後這邊還有二號玩家 價錢和三號玩家 到你那時候 你的Tiles其實很簡單 你拿起手上的Tiles 然後就Draft兩張 Draft完兩張放在自己面前之後 然後就將這些Tiles PASS到你的下家 當PASS完之後 大家就會一起 掀出來的Tiles 然後你就會 跟你左邊和右邊的玩家同時商量 如何放置這些Tiles 如此類推 旁邊的玩家都需要做這些事情 跟左邊和右邊的玩家 互相商量如何放置Tiles 進去City裡面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一個Round 當所有Tiles 就已經剩下一塊 即是不能剩下兩張選擇的時候 這個Round就會結束 這個2ndRound結束之後 這個1stRound結束之後 就輪到2ndRound 2ndRound的時候 每個玩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但今次 instead of Draft這個Tiles 大家會有一個特別的Tiles 然後它會有一個比較長的Tiles 這個長的Tiles 其實是這樣Double 然後玩家就在這裡 三塊裡面選擇兩塊出來 那塊就不要了 然後又是同時間 一起掀出來 然後跟上下家一起商量 如何放置Tiles 去取得最高分數 當這個2ndRound結束之後 然後再玩第3個Round 第3個Round跟第1個Round差不多 一共大家都是去Draft小Tiles 放置在上面 當場上的所有Tiles都Draft之後 這個遊戲就正式結束 結束的時候就可以計分了 其實計分方法 也有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字在這裡 它會根據不同的建築物 有不同的計分方法 這裏一共有6種不同的建築物 所以玩家 需要跟你的上家和下家 如何討論 如何去maximize 到你 你同時間左邊和右邊的城市 因為Cache 就在這裏了 你左邊和右邊的城市 計分之後 低分的城市 才是你拿去計分的 所以你不可以和旁邊的玩家 集中在這樣發展一個 所以你左右兩邊都要平衡 如果不是的話 你左邊的右邊的城市可能發展得很好 但左邊的城市就很差 而這個城市就是你計分的這個城市 好了這個遊戲就解釋到這裏 現在我就畫面轉回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遊戲的感受 好 剛才我講完這個遊戲如何玩 現在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遊戲的看法 Fred 你對這個遊戲有什麼看法呢 7wonder的簡易版 可以很簡單地解釋 而且也有一些方式的方式 因為你計算兩個城市最低分才會計分 剛才玩的時候就忘記了 要陷害你 就只顧著煮一邊不煮另一邊的分 就弄到輸了 所以就讓我贏了 對 讓你贏了 但其實 也很難先弄另一邊 但也要看一點點運氣 因為你抽到什麼 不如看看你上家怎樣留些什麼給你 才可以選擇到什麼 也是的 我覺得運氣其實都很 挺重的一個成分 因為你抽到 譬如我想去煮某種Tiles 即是某種City Type 但如果我抽到那些東西 完全跟我沒有關係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會浪費了一兩個Turn 然後就 令到我就 或者我有些Tiles 我知道我可以益到下家 那我就會扣起又不是 扣起又不是 所以運氣的成分都比較重 我覺得你很有趣 而且一開始你 一開始你就可以拿到 九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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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五個玩家是九個 那就可以過四次 基本上你看到那些不會回到你手上 所以你不能計劃那樣東西 Renee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這遊戲的 美術都很精緻 而且它是非常齊整 計劃出來 因為它的Tiles 看來都是卡卡送 但是卡卡送其實是 最後是free flow 有些有洞之類的 最後拼出來是 exactly 5成5的 很完美 對於有些強迫症的人 這個遊戲 玩完之後會很有滿足感 卡卡送你玩完之後 有些位置沒有了條路 沒有了洞 你是完美追求主義者 對 少許強迫症的人 那你覺得這個遊戲的主題 你覺得跟這個畫機仔 融不融合呢 對於你來說 都非常之人性化 譬如工廠 你一拼下去其他那些 就是house 或者是 一些民生的東西 它就會 即是分立即跌了下來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 最後你整個planning 會感覺到自己 真的好像一個stated planner 這樣去玩 嗯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很容易配合的 對於新手來說 是很friendly的 因為 對比其他 board game 我覺得這個是 很容易理解 你解釋了很快的 大家會配合得很快 這個是對於新手非常之好 還有 剛才你也提及過 它是非常之 跟生活識識的關係 像你工廠 放在住宅旁邊 去扣分 同時它這種 Graphic 是很中世紀的 如果喜歡這種 Topic 用Film的人 就一定不可以錯過 嗯 Frankie呢 我就覺得 遊戲來說 本身的名字 過得很好 因為它叫 Between Two Cities 其實是在 你玩的時候 你同時要兼顧兩個城市 然後你 城市低分的那個 才是你計分的那個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但是低分得來 你同時又要去跑高分 在遊戲來說 其實都很貼的 像剛才Jucky所說的 其實 譬如你的屋子 不可以近過工廠 譬如你近樹林 我原來有多樹林 就會繼續加分 那這個combo分來說 其實是值得 很值得去 自己去深思 你的策略是怎樣做的 再加上來說 這個遊戲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多人玩 都不會太擔心那個蛋探 因為其實是 它的遊戲來說 本身可以支持到 七個人玩 而七個人是 同時間想事 同時間做action 那麼多人玩的情況 就不會有下跌的情況 的出現 所以這遊戲來說 那個節奏感會非常之快 我也覺得這個遊戲的設計 下跌的處理是非常之好 因為剛才你說 所有人都是同時間做的 基本上這個遊戲 我們剛才 由教練玩 大概 有多久 有沒有做 教練玩 都是教十幾分鐘左右 其實玩是二十分鐘的 半個小時都經典了這個遊戲 半個小時 其實這個遊戲 都很快的 而且 其實一開始我學這個遊戲 看的規劃 其實我一開始是有點抽獎 因為放Tiles 好像卡加索那樣 但是 好像Rainy說 這個遊戲其實很多東西 都很人性化 很多 計算它那些 住宅不能放在工業區隔離的扣分 其實令到這件事 令到你很快的 去取得到這個遊戲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這個位置是我挺喜歡的 大家都說了那麼多喜歡的部分 現在就看看 什麼不喜歡 或者彈一下這個遊戲的不足之處 Frag 你對這個遊戲有什麼 覺得 比較一般的看法 你知道我們BG Port很多的觀眾 其實對SM廠是有偏見的 你們呢 你對這個遊戲 有沒有一些 比較負面的看法 遊戲是比較簡單的 還有 剛才說過 起了那些Tiles 你看完之後 Parsure Vaya 就回不了你手上 基本上你沒有 做任何Planning 基本上 第二 遊戲機制沒有什麼 創新 除了是計算最低分之外 看不到有什麼創新的東西 畫風方面 他都漂亮的 但是 我個人比較喜歡入戲 所以這個比較平淡的畫風 不是解釋任何 基本上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的機制 最特別的就是要計算最低分 不過他會適合一些比較 你想玩一個很快的遊戲 很容易解釋到的話 或者用來做Warm up 是比較適合的 嗯 Renee呢 我覺得 因為其實第一次給我感覺 我還沒玩過這個遊戲 第一次 我覺得最近次的遊戲 就是Tiny Towns 因為大家都在說 一個City Planning 我覺得它少了一些 你可以說優點 就是 某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Iconic 建築 即是Tiny Towns 雖然有時候派到一些很不等勢 但也會派到一些很特色的建築 一定要建立 對啦 有些 features 令到你的Tiny Town 好像有一個很中心的建築 在中間的主題 但是 這個遊戲就 對啦 雖然 砌完出來 四平八穩 但是感覺 好像少了一些 畫龍點睛 如果它有些特別的Tiles 設計出來 裡面有一個 金字塔 或者裡面有一個 很Iconic 的建築 就會一個highlight 建築後 金字塔在這裡 對啦 金字塔 照自己放進去 Renee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所以在這個 砌完出來看起來很完美 但也錯過了一個很Iconic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這個遊戲有少少不足之處 對呀 要到美麗一點 對啦 Jacky呢 Jacky有什麼想彈一下這遊戲 我覺得只有三回合 其實如果你一開始 你的計劃是落後了 那你之後其實沒有什麼機會追回 因為只有三回合 如果你第二回合 你第三回合可以補救到的 可能性會比較低 這樣 那你就可能要配合 左邊或者右邊 那只是 你不可以兩邊兼顧 就沒有了一點點刺激感的中拓 同時那個Tile一定是 5x5 其實如果它可以大一點 或者不限定形狀的 那它的變化 Variation就會多一點 那就會更加多的改變方式 突然間可能有Tile A 正在贏 突然間Tile B 有一些另外的方法 就可以令到追回它 其實會令到遊戲更加刺激一些 就不會那麼死板 你覺得它缺乏了一些可以 Game Change 那個一下就是 啪下下去 然後馬上後追 可以趕上來的那個 那個感覺 我覺得Tile B 少了這件事 OK Frankie 你呢 雖然它本身 遊戲來說有 七個不同的建築 但真的用來跑分的建築 其實它只是說 只有兩三個 其實那個關鍵是 當你玩久了 我就會很少擔心它的可換性 因為當你再重玩的時候 譬如我再第二次玩的時候 我一定會針對 那幾個建築 當你玩久了的時候 就會回憶那個重複性 就會多了 而且它始終是一個龍抽機制 龍抽機制得來 譬如有一次我看到對面 已經在建築一些東西 我想截它 其實我沒有辦法截到的 因為我只可以影響到 我左邊或者右邊的玩家 但對面我是沒有辦法完全截到的 變成競爭性就好像少了 雖然這麼說 其實它對你左邊和右邊的玩家 的互動性就強 這方面是挺特別的地方 不過我是擔心它的好玩性 還有它跑分的機制來講 玩久了你會覺得 其實你是追著某一兩個建築 去做 Frankie 我不相信你玩了暑遊 一兩個月的新巡玩家 幾個禮拜而已 幾個禮拜 你是絕對是 非常之好的 這個game reviewer 所以很厲害 而我對這個遊戲的 比較負面一點的感覺 雖然它的配合是很好的 因為你慢慢跟你左邊和右邊的 如何商量去做 但是我個人的口味就是 我喜歡去攻擊其他玩家 而這個遊戲是沒有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我會想 搞搞我左邊的 我上街或者下街 但是不行 這個是不可以有份的 令到有很多時候 我會想 蓉蓉蓉蓉 我真的很想搞別人 但是我又搞不到 所以如果有些玩家 不是想去搞搞別人 那些玩家 只剩下我是那些人 所以 唯一就是我對這個遊戲 比較 negative 的想法 大家還有沒有想 值得推薦其他玩家的人 如果你有一個新來的game group 或者你不認識的人 你會推薦這遊戲給什麼人玩呢 大家有沒有看法呢 我也認同Fred說 這個其實都很適合做一個 例如 好像今天我們有些新的朋友 其實我們這個icebreaking的game 是否叫我們 In between 大家在討論 我看剛才給你那個Map 還是給他那個Map的時候 你會了解到 大家的取向 但是又沒有什麼競爭 沒有什麼攻擊性 所以對於 新式的朋友 要有一個icebreaking 又是一個和平有愛的game 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 嗯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覺得都挺適合partygame的 入門的partygame挺適合的 因為都算有策略 因為其實你要跟左邊玩家 跟右邊玩家去交 得來 還要去盤算一下 估算一下自己 哪個城市低分一點 你會快點把城市 要不然就變成用哥來計分 因為其實他都有策略的成分 而在partygame來講 他又可以支持7個人的 這樣的策略 就算是不錯 所以partygame來講 我覺得是挺適合的 還有那個節奏快 而且都容易上手 容易學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大家喜歡這段短片 記得訂閱 分享 還有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節目 等待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謝謝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